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与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 增破巨额炸7案 于11月2号执行收网 将郑贤等5个人拘留到案 成功积压了2个人 新城分局家里所受理远警警察报案女子神情古怪 还突然离开不报案 警方按照报案人仅有的片段说辞 主动前往所描述的现场 经鹰眼小组调查监视器分析多日 发现部分画面与报案女子所称的情况大致相符 显示另有隐情 时隔两个月之后 报案人为请律师以书状向花莲地检署提出告诉 花莲地检署指挥花莲县警局新城分局 与刑事警察大队共同组专案小组侦办 凭借着实验前保留的监视器画面深入追查 并于11月2号执行查期行动 逮捕事案的五人 原警在仅凭着片段的报案内容 调阅了相关地点的上百余支监视器 分析保存建档 数隔两个月后 花莲地检署发交本局 民众提告诈欺案件 因与该女子报案有关联 所以指挥本局刑警大队新城分局 共组专案小组侦办 经分析保存的监视器追查 在11月2号持居票 搜索票执行查期 查获正姓主贤等五人 初步调查 主贤正女等人得知 大陆籍被害人 预汇款新台币900万元 至大陆地区 遂新生歹念 涉局诈骗得手 全案以涉嫌诈欺 洗钱防治 银行法等 移送花莲地检署 全案依刑法 加重诈欺罪 银行法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侦办 经检察官向花莲地方法院 申请证信 承信两嫌 收押禁件或准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 蔡丁贤也呼吁 为防治两岸洗钱情刑 各金融行库都有订定 境外汇款限额 本案诈欺集团巧办地下 会约业者诈欺 致使被害人损失惨重 警方也将持续加强 查期步伐 维护金融秩序 强化社会治安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